Hello大家好,我是珍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之前给大家分享过一个关于谷歌云上创建VM实例 然后呢一键安装V2Rain从而实现科学上网的这么一个视频 当时用的这个脚本呢是这个233的一键安装V2Rain脚本 但后来有一个朋友给我留言说这个安装上了以后呢 老是断网 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利用这个V2Rain的官方的脚本 去安装V2Rain从而实现科学上网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它的一个官方网站啊 我们点这个下载安装 完了以后呢就是这个地方呢 这一键就是安装V2Rain的一个脚本 然后他说下面呢有会产生五个文件 这个都是分别对应的文件对吧 因为它是Linux下的 这个斜杠呢就表示的是该目录 然后user目录下面的Bin下面的V2Rain下面的V2Rain 这个是程序工具 然后呢我们最终使用的是它的一个配置文件 我们要去最后呢要去查看或者说要去修改它的配置文件 然后再在客户端进行相应的配置就可以完成科学上网了 所以呢我们其实就最重要的就是安装和配置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了 但是呢中间有一些琐碎的任务需要我们完成 我们等一下再说 然后回到谷歌云呢 第一步如果您没有创建防火墙实力呢 首先需要到这个VPC网络 然后防火墙规则里面去创建防火墙规则 刚才说错了 防火墙规则不是防火墙实力 然后点击创建防火墙规则 然后呢名称随意 然后优先级1 然后呢这个目标是网络中所有的实力 来源IP0.0.0.0 斜杠0 然后协议和端口全部允许 这样点击创建就可以了 因为我已经创建完了 我就不再创建了 我直接取消了 然后大家可以自行创建 我创建的这个防火墙名称呢 就叫O 然后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在实力当中应用它了 好我们切换到VM实力页面 去创建一个实力 好我们点击创建实力 这次呢我们 比如说我们以东京地区为例吧 呃名字就任意取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就叫东京 -V2Rin-001 然后区域呢选择东京地区 地区就随意就选了ABC 任意选一个 然后机器类型选择最小的V型 因为我们只部署V2Rin在上面 所以它给的这个V型已经足够我们用的了 然后启动磁盘呢 我们修改一下 修改成Saint OS 7 选择 然后防火墙勾选 勾选上 勾上 然后这里呢 网络里面的网络标记 我们就选刚才创建好的 那个防火墙规则的名称 点击回车 然后点击创建 它这个创建呢 需要一点点时间 创建好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 逐条的执行了 可以先跟大家说一下 第一句呢 就是切换到root用户下面 因为普通用户执行这一些代码 其中有一些代码 它是不允许用普通用户执行的 只有root用户才能执行 第二句呢 就是查看一下 服务器时间 然后第三句呢 是将服务器时间替换为本地时间 因为我们 虽然我们说我们经常用的是北京时间 但是其实我们是用的东八区的上海时间 对吧 所以我们用这个 大家可以看一下CP的意思 就是覆盖 用这一个文件 这不是一个目录吗 Linux下面 这个文件去覆盖 这一个文件 它的意思就是说 用上海的这个时间呢 去 这个文件去覆盖掉这个local time 然后local time 展示的不就是上海时间吗 所以这样我们就把服务器时间 跟本地时间就调整成一样了 为什么要调整一样呢 就是因为V2Rain在搭建的时候 它要求这个 两个时间呢 相差不能超过一分钟 所以我们就把它们两个调整一致 要不然就很容易失败 好了 我们看一下呢 它现在已经是 创建完成了 我们直接点SSH 然后一步一步的去 照着这个代码去做就可以了 它现在在连接VPS 我们可以稍微等一下 好 切换到Rose用户下面 我们就可以执行第二条 先查看一下它的这个时间 点击回车 它现在时间呢 它是0000时区的一个时间 展示的是0000 所以我们要给它调整 调成东八区的上海时间 然后点击回车 然后它问说 我们要覆盖这一个时间吗 我们一定要输一个yes 如果你不输的话 其实是没有任何修改的 说yes点击回车 不是输yes 是输y这个字母 点击回车 然后这时候呢 它就用这个文件 把这个后面这个local time 这个文件已经给它覆盖了 覆盖完了以后呢 这个local time 展示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东八区时间 我们如果您不信的话呢 可以再执行一下这个date-2 让它展示一下服务器时间 现在呢 已经跟我们的这个本地时间已经一致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去安装一下这个 这个脚本跟它的官方脚本是一样的 我已经附着下来了 其实就是这一句 它就是安装这个V2Rain的这个脚本 我们运行一下 它这个运行完了呢 会在 它说了安装完了以后呢 会在这个user 会创建这五个文件 这五个文件呢 这个分别的作用是什么 它也告诉大家了 对吧 然后其中我们最重要的就是第三个文件 有时候我们需要去修改 比如说它的端口号啊 UUID啊这些 我们需要去修改 因为它是Linux系统上的一个文件 我们去修改的话 如果大家学过Linux都知道 我们有两种方式是吧 第一种就是用VI编辑器 就是在它这个目录前面加一个VI 就是这个 然后打开这个文件 然后呢去修改 它这个VI的修改跟那个Windows系统上的 这个复制粘贴啊 删除啊什么的还不太一样 就是如果你用不习惯的话呢 可能会有时候会混乱 不过没关系啊 一会儿我可以告诉大家怎么样去修改 好我们看它现在还在安装当中 好已经安装完成了 它这里提示了V2Rain V4.19.1 已经安装了对吧 安装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需要这个VI来看一下它的这个配置文件 复制粘贴 稍等一下 粘贴怎么粘贴不上了 复制 粘贴 点击回车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现在的端口号 然后UUID 然后这个OUTID 这一个呢都是我们一会儿去配置 配置的时候需要的东西 但是呢有时候我们会去修改它的端口号啊 还有这个UUID啊 还有这个OUTID这些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修改呢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在这里面修改 但我觉得用这个VI编辑器修改的话 还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 我不如交给大家一个一老永逸的方法 就是我们直接用 VSCP直接连接到服务器 右左边这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本地的一些文件 右边这一部分呢 如果我们登录上的话 就是这个VPS这个服务器的一些目录啊 文件啊什么的 我们可以 如果我们用Root用户登录的话 我们可以有权限对这个文件进行编辑啊 删除啊覆盖啊之类的这些操作 那么我们怎么样登录到这个 刚才创建的这个服务器呢 这个VPS呢 因为我们登录上就可以对刚才那个配置文件进行修改了 是吧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对这个进行登录 那么我们怎么登录呢 我们先给它退出来 这个的退出呢 就是按住Shift 然后输入冒号 然后输入Q 然后输入一个探号 大家看到了没有 一个冒号 一个Q 一个探号 点击回车 然后我们就退回到这个 命令行了 然后这时候呢 我们需要对它进行登录是吧 这个主机名就是 就是我们的IP 我们已经知道了 这个用户名呢 就是Root 但是密码是什么呢 我们不知道是吧 所以我们要先 创建这个Root用户的这个密码 就输入 Password的Root就可以了 点击回车 然后它让你输入一个新的密码 这个密码输进去以后呢 它不展示任何的东西 所以 就算没有展示 大家也不要觉得很奇怪 说我这个为什么没有展示 比如说我们就输 0625 点击回车 然后它让再输一次 还是0625 点击回车 然后这样呢 这个Root用户的这个密码 我们就已经设置好了 设置好了 是不是就可以登录呢 登录了呢 其实还差一步 还差一个 我们需要到这个文件里面 例外这个文件里面呢 我们已经进来了 对吧 它说修改两个东西 一个是这一个 一个是这一个 把这两个呢 都改为yes 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就改一下吧 进来以后呢 我们先找第一个 叫PermitRootLog 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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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mitRootLog 在这儿呢 大家能看到我的光标的位置吗 在这个位置 现在我们删除啊 什么的是不行的 因为现在还没有进到这个编辑模式 我们点一下键盘上的i 字母i 大家看一下它是这里 是insert 就说明我们已经进入编辑模式了 好 我们删掉这个no 改成yes 然后呢 还需要再改一个地方 改这个password sortication 我们找一找 password 已经找到了是吧 在这里 好 我们也是同样的方法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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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yes 好 我们这时候呢 都改完了 这两处 改完以后呢 大家不要以为 我们就直接按冒号 wq就可以了 这时候我们要退出这个编辑模式 对吧 按一下 键盘上的1 esc 就是左上角 最左上角 那个esc 然后退出编辑模式以后呢 我们按住shift 冒号 wq wq就是保存的意思 点回车 这我已经输进来了 能看得见是吧 然后点回车 退出来以后呢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 登录了 输入主机名 也就是IP地址 这个IP地址 给它复制一下 登口号22 不用动 然后用户名root 密码 刚才我们不是设过了吗 0625 是吧 然后点击登录 这时候呢 这个 他说潜在的风险 新的 我们直接点 添加吧 不对 还不如点添加 重新来一次 root 密码 0625 点击登录 不支持 这个方法的 连接 重新连接呢 验证失败 我知道为什么 验证失败了 就是因为 我们改完了以后 没有重启 SSH的这个服务 少执行了一句代码 所以它没有生效 它自然肯定登录不了 对吧 所以我们 要执行这一句 或者这一句都可以 好执行完了 这时候应该就 可以了 刚才 好 已经登录进来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个左边呢 就是我的这个 本地 然后右边呢 这个就是 刚才咱们创建的 那个 东京地区的 这个服务器 它这个目录是吧 然后 我们再看一下 它这个官方的 这个地址 ETC V2Rain CANFIG 好 我们找到ETC 然后呢 找到V2Rain V2Rain 我们刚才 这个 然后这个CANFIG呢 我们直接打开就可以了 打开这时候 我们就可以 任意的编辑它了 这个端口号啊 还有这个ID啊 还有这个 OutID啊 我们都可以进行编辑 好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科学上网了 呃 等一下我们再来编辑它吧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 客户端 呃 这个呢 就是下载这个 V2Rain的客户端的地方 我先都给关了 重新打开一下吧 这个4.1.9 就是下载客户端的地方 然后 比如说我现在用的是 Windows64位的 我就下载这一个 然后 还有一个 需要下载的 这一个 点这一个 呃 下载下来以后呢 我们就下载了两个 压缩包是吧 一个是 这 一个是这一个 这个我怎么给它 冲命名了 等一下 给它改过来 一个是这个 一个是这个 这两个 然后给它 解压完了以后呢 我们还要做一个工作 就是把V2Rain 下面的这两个 给它复制到 这一个下面 复制完了以后呢 我们直接 双击打开 这一个 就可以进行科学上网了 当然还需要配置 对吧 打开完了呢 就是这样的 我可以打开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样的 然后呢 我们进行配置 就是点击服务器 添加 VMAS服务器 然后它不是打开了一个 这个 这个东西吗 然后地址呢 我们就刚才的那个 已经创建好的 那个VM实力的 VM实力的 这个地址 给它填进来 端口号 刚才咱们不是 已经登录到 这个VPS了吗 这个端口号 你就随意改一下 如果你不想用它 自动生成的这个 比如说我们 给它改成 两万吧 然后呢 这个ID 你也想给改一下的话呢 就 你可以在这里 任意生成一个 然后给它复制 过来替换掉 这一个 大家替换的时候 千万别把 它的帽号 给它替换了 好 然后 这个outID呢 这个outID 我们也可以 给它改一下 比如说我们 给它改成 100吧 115吧 然后呢 这里 就填115 然后那端口 我们不是改成 两万了吗 490是吧 这样就可以了 就已经 当然你这边改了 你肯定这边要保存 是吧 按 Ctrl S 就跟Windows下 一样 进行保存 保存完了呢 你要刷新一下 然后这边呢 你也是需要进行保存 是吧 点击确定 就可以了 但是呢 现在还要做一步 就是 你刚才不是 你刚才不是把配置 文件已经 已经改过了吗 改过了 然后我们需要 重启 重启一下 这个V2Rain 复制这一步具代码 放在这个 服务器 然后执行 执行完了以后呢 我们再看看 它的这个状态 我们这样吧 我们给它停止 这里有 有这个 Service V2Rain Start Stop 我们先把它 这个V2Rain 给它 Stop 然后呢 再给它Start 现在是出于 Stop的状态 你可以查一下 它的这个状态 用这一句 查一下 这个V2Rain 的这个状态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Active Inactive Dead 就说明它 已经是出于一个 停止的状态了 好 我们还是用 它的这个 官方的 这个 给它Start 它一下 好 运行完了以后呢 我们还是用 这个 这一句 看 查看一下 它的这个 状态 状态 是不是 已经运行了 好 看一下 它已经是Active Running了 说明它正在运行 对吧 那这时候呢 我们 这里已经配置好了 然后呢 V2Rain也已经 服务也已经重启了 也已经 运行了 所以我们这时候呢 所以我们这时候呢 先点右键 测试服务器延迟 延迟是93毫秒 还可以 然后呢 我们就把它设为活动服务器 因为我这里面 因为我这里面有好多服务器 所以我把它设为活动服务器 咱们就看看能不能科学上网了 对吧 这时候 做了好多工作 就为了这一步 然后呢 好 我们稍等一会儿 等到它这个彻底的 这个启用了 以后呢 这里也已经提示说启动服务 然后 应该是可以了 然后呢 这时候我们就打开浏览器 我看看它的这个代理模式 我们可以先选全局 选择全局 点一下这个 是不是挺快的速度 看一下谷歌 也可以是吧 所以这时候我们已经可以科学上网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 要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我之前做过一个类似的视频 就谷歌云一键大链Winterrain 当时还是用的 233的那个脚板 然后有一个朋友呢 就 我在这里特别感谢他 因为他给了我好多 这个 想法吧 他说那个谷歌云系统 内核是自带的BBR加速 用代码开启自带的BBR加速 然后再用这些BBR脚本 因为我当时呢 是用了这个 四合一的一个BBR脚本 来安装了这几种BBR测试 它的速度 对比到底怎么样 然后我当时用的 然后我当时用的也是一个SentOS的一个系统 然后呢 但是我当时没有升级内核 然后他说这个系统是自带的 这个 然后我就上网去查了一下 我们先不说我上网查的结果吧 先看他这个 他说BBR对服务器时间和你所在的时间同步要求非常高 网速慢 这个是很关键的因素 所以呢 现在我们不是已经做了这一 这两步的调整 就是他的一个服务器时间跟本地时间的一个一致性的调整吗 然后他又说这个 你可以谷歌一下不同系统同步时间代码 我刚才已经做过这个了 是吧 还有 如果是新建的SentOS7 最好把内核升级到最新版本和开启自带的BBR再执行脚本 然后呢 他说升级代码是这个 我们先不用看他这个 他大概的意思是说呢 第一 需要调整时间是吧 第二 需要升级服务器内核 然后开启自带的BBR 然后呢 我现在 我们先不说 他说这个开启BBR以后呢 再执行那个四合一的一个 因为我当时 不是这一个 是另外一个 这一个 给大家安装了一个这个 超级一键加速脚本四合一的 就是说 你想安装哪一个呢 我们就安装哪一个的那个BBR脚本 然后呢 也做了一个测试对比 不过他说的意思是说呢 你先开启系统四代的BBR 然后再执行这个加速脚本 速度会更快 所以他刚才说的 他刚才他这就他这段话呢 就只有两点 一点是系统时间跟本地时间要一致 我们刚才已经做这个工作了 然后呢 他说 服务器内核要升级成最新的 然后呢 再开启自带的BBR 所以 然后呢 再安装四合一的那个脚本的BBR 我们暂且不说后面这一点 他说的对还是不对 但是呢 我们先升级一下这个系统内核 然后再开启一下BBR吧 所以我就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第二步要做的工作呢 就是升级内核 这个升级内核呢 我就是用那个Linux的这些命令 去一步一步的去升级的 没有用其他人写的那些脚本之类的 虽然看着让大家有点眼花缭乱 但是其实很简单 只需要按照他的这个步骤 一步一步的 不需要改任何东西 就可以升级了 好 那么升级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开启BBR 所以我现在先不讲怎么样开启BBR 我们先升级内核 升级内核之前呢 我们先查一下这个SentOS 最初的内核是 版本是什么样的 好 查的这个命令呢 是这个 我先给它复制一下 大家看到没有 它是三 大版本是三 3.10的这个 系统内核 已经很低了 是吧 因为现在都到了5.12的了 好像 所以我们有必要升级一下内核 升级呢 就是 第一步载入公钥 什么叫载入公钥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们就按它的这个步骤来做就可以了 而且这个也不是什么别人写的脚本 这都是 Linux的一些命令 好 然后第二步升级 这个 仓储 还是叫什么 然后我们升级一下 然后第三步呢 升级这个原数据 这个有一点点慢 可能稍微等一下下 好了 然后第四步呢 就是 查看可用的这个包 我们查看一下吧 这个 他说这个 没有匹配的 没有 就一直没有查出来 没查出来没关系 我们就可以直接安装最新的了 查不出来就查不出来了 这个 这一句就不用改任何东西 就装就行了 这个安装可能会花一点点时间吧 安装完了以后呢 他会去删除旧版的工具包 然后安装新版的工具包 然后查看内核的插入顺序 因为 我们不是刚才装了一个内核 之前旧的内核还在呢 所以他这个 可能布置一个内核 他这个看的意思 看的意思呢 是说 看看 就是说 旧版的内核 旧的内核 跟新的内核 到底是 默认的启用哪一个内核 好 我们 还在安装 然后呢 如果他默认的不是启用 我们刚才装了最新版的 那我们就把他的这个 启用顺序 给他改一下 改一下完了 重启 重启完了以后 就OK了 所以就那么简单 虽然 他在里面的这个代码 挺多的啊 但是 没关系 我们一步一步的 按照他的执行 只 理解上很简单 只不过是 需要花我们的 一点点时间而已 但是 有些东西 你要去 你要去做的话 肯定是需要花时间的 如果您只是想 科学上网 然后对其他 没有要求的话呢 我觉得 升级内核这一步 完全可以 不必要了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 可以科学上网了 对吧 所以 如果您不想 升级内核的话 不想 开启BBR加速的话 不想让速度更快的话 就没必要看 后面的这 这些东西了 好了 他已经安装完了 我们到了第几步来 到第六步 删除 旧版的工具包 我们给他删除一下 删除 删除还这么慢 删除完了以后呢 我们安装新版的 我突然想起一个事来 就是 如果您创建完以后呢 放到这里 然后点击右键 测试服务器延迟 这里测试结果是负一的话 就说明您刚才创建的 那个实例没法用 就直接删掉 重新创建就行了 就只说这一点 然后 咱们现在需要查看 内核的插入顺序 点错了 你看 它现在是 0 就是我们 刚才安装的 5.1.14 这一个 然后呢 我们 再查看一下 它当前的启动顺序 是什么样的 就默认的启动顺序 这里 大家看一下 那默认的 还是旧的 对吧 3.10 还是启动的 所以我们要给它设置 默认的启动顺序 当然这个设置的话 大家得注意一下了 这个得根据您的情况去改 后面这个单引号 后面呢 就是您要 比如说我要给它默认启动 我刚才不是安装的 这个5.2 复制不了 这一个嘛 我把整个这一个 给它复制过来 放进来单引号 大家要注意 比如说 就是我们刚才安装的 不是这一个吗 我们就把这一个 放到这个单引号里面 然后点击回车 这时候呢 我们就给它 设置好了 我们再 看一下这个 这一句的意思是保存的意思 我们刚才不是设置完了以后吗 这个它提示说已经给 保存完了 保存完了以后呢 我们现在需要重启了 做的这一系列工作 就差的一步重启 重启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升级完了 不好意思 我现在是需要把这个给它切换一下 为什么切换 你知道 知道为什么切换吗 就是因为 我重启它的时候 我还是在用它 那肯定连不上了 是吧 所以我给它切换到一个 其他的一个 能翻墙的一个 试一下 切了那个 能不能用 可以的 好 刚才为什么切换 大家应该知道是吧 因为我在用的就是 这一个 那我再把这个给它 重启了 那你说它还能 它还能起来吗 所以我得先给它 切到别的 可以科学上网的一个 VPS上 然后呢 让它起来以后 再切换回来 连不上的话 我们可以 等一会儿 因为它重启 需要一点点时间 现在正在连接 这边也断了 因为刚才我们一重启 它肯定就断了 是吧 好 连接进来以后呢 我们再查一下 它的内核的一个 情况 大家看一下 这个内核已经升级到最新的 5.1.14了 好 这是第二步 升级内核 升级内核 我们就是为了开启 BBR 加速 那么开启的方法呢 我先不说开启方法 可以先说一下BBR是什么东西 他说BBR是这些这些东西 我们不看 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句 他说这个BBR是从4.9开始 有了这个BBR加速的一个机制 4.9开始 所以刚才我们最开始查的我们的这个默认的这个系统是3.10肯定没有BBR对吧 但是我们升级到了5.1肯定就有了 有了这个BBR以后呢 我们才能开启 所以他说了这一大段呢 我们就看了这1.4.9这一个数字 然后开启呢 就是 这四条命令 大家就跟我做就行了 就 不用很害怕 因为他就是几条命令 我们执行完了就可以了 第一条他拒绝了 因为我们还是没有获取root权限 没有切换到root 用户下 每次一连接就得切换一下 要不然的话 他这个 他的代码就 拒绝执行了 我们还是复制一下 第二句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犯了这个错误 老是忘了切换到root用户下 第二句完了以后呢 保存生效 现在已经 BBR已经 生效了 然后 我们查看内核 是否开启BBR 查看一下 他说呢 显示下面这 这 显示一下 这些东西 就说明就开启了 就是BBR这个 我们刚才也跟他一样的是吧 BBR 这些东西 然后呢 查看BBR 是否启动 还有一句 查看是否启动 开启跟启动 还不是一个意思呀 这个 TCP-BBR20483 大概显示这样的 或者是14呀 3呀 只要它后面是个数字 我们这个就已经开启了 好 现在已经开启了 那么最后呢 是一个问题 就是 开启了系统自带的BBR 以后呢 我们 还有必要安装 这个四合一的 这个 脚本吗 我可以先执行一下 先不安装啊 先给大家执行一下 这个四合一脚本 是个什么样子 嗯 他说 哦 他说这个 现在我一执行呢 他说这个 Command not fund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呢 就是 就是这个 WGET 这个包 没有安装 我们需要先给它 更新一下 也就是说 安装一下这个包 还是挺麻烦的是吧 各种 各种问题 安装上包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 给它执行这个 四合一脚本 但执行了以后 我们可以先不安啊 我先给大家执行一下 看一下什么样子 进来以后呢 它就是 一 安装BBR 毛改版的BBR 二 安装BBRplus 三是安装Race 四五 然后四五六七呢 就是分别启用 八九呢 就是卸载啊 还有什么的这些 呃 十一是推出脚本 那大家觉得 我们 已经开启了 系统自带的BBR以后 我们还有必要 安装这个 呃 这一些肯定是 别人写的 对吧 然后 我们还有必要 安装这种 四合一什么脚本吗 还有 必要安装这个 BBRplus 还有Lost 就瑞素 这些脚本吗 呃 我之前在下面做实验的时候呢 我选择了一个安装BBRplus 它这个 不知道是我测试的不充分呢 还是什么原因 我只要是安装上了BBRplus以后呢 它这个速度 有时候会飙升的很高 有时候突然降到根本就没法看东西的这种地步 所以我强烈的建议大家不要安装这个BBRplus 我明天也安装BBR 还有BBR 毛改版的BBR 也不要安装BBRplus 它这个东西特别不稳定 有时候速度低到让你忍受不了 看不了视频啊 YouTube都看不了 那你觉得安装上它这个加速还有什么意义呢 安装上这个Race速呢 我倒是没有发现这种问题 不过我也 我觉得开启了这个系统自带的BBR以后呢 其实没必要安装了 为什么 比如说我安装毛改版的BBR 大家看一看 观察一下会出现什么情况 我先选1 我们先安装一下这个BBR 还有BBR毛改版的 它其实是 把咱们刚才升级的那个内核 我们不是升级到5了吗 它把那个内核给删掉 下载掉了 然后装了一个4的一个内核 然后呢 又在这个4的这个内核的基础上呢 又安装了一个BBR这个加速的一个脚板 我觉得是这样的 所以说 那这位兄弟 这位朋友说 先给他升级 然后呢 开启自带的BBR 然后呢 再执行这种四合一脚板 那你说我们刚才升级到了5 然后呢 安装这个BBR 毛改版 那我先给大家安装一下吧 我说可能大家会觉得不相信 选一 它进行下载安装 我们可以看它的这个提示信息啊 一会儿就出来了这个提示信息 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因为 它把我们刚才的这个5点几的那个内核 直接给删掉了 那删掉了以后 它那个系统自带的BBR 那也没了是吧 系统内核都没有了 那BBR肯定都也没了 那我们费劲巴拉的这个升级了半天 然后开启了半天 有啥意义呢 好 现在它在安装 我们可以等一下 等一下它会有一个提示信息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完了以后呢 我们可以不是有那个 有那个脚本 可以查看它的这个内核吗 等它安装完了 我们查一下它的内核 我们就知道了 你看它现在已经 在安装这个4.11.8的这个内核了 确认安装 安装了这个4.11.8的内核完成 看到了没有 先安装了一个内核 之后又下载的这个 BBR吧 应该是这样的 我觉得 安装一些依赖什么的这些东西 嗯 现在还在安装4.11.8的这个内核吗 可能是安装内核所需要的其他东西吧 反正它现在是 安装的4.11.8的内核 然后把我刚才升级到5.11.8的内核 就给删掉了 所以 所以这位朋友说的 先升级内核 然后开启BBR 再执行那个脚本 这一句呢 就 就已经是不对的了 是吧 因为我们用实践已经证明了 你其实升级不升级 到最后 安装这种脚本的话 它到最后都把你那个内核都给它 删掉了 等一下再看看啊 它现在还在下载 还在安装 下载安装还是需要一点点时间的 我们下载安装完了以后 可以用 这个 测试一下它的速度 这个它的测试的一个原理呢 就是Catchfly 这个我理解的是 从这个网站上呢 下载一个100兆的这个 这一句呢 当然说的是这一句 下载一个100兆的 一个文件 看看它的下载速度 是什么样的 然后底下这一句呢 下载的是一个G的文件 看它下载速度是什么样的 至于下载到服务器的哪里了 我就不知道了 我们 我们就执行这一条 当然它也很快 马上就把结果给出来了 所以 等一会儿我们 还在安装当中 等一会儿 等它安装完了以后呢 我们 启用一下这个 刚才安装的 不是摩改版的BBR吗 启用完了以后 我们可以 其实我们应该先 在没有安装BBR 摩改版BBR之前呢 我们先给它 应该先 先测试一下这个 系统自带的BBR速度的 其实我之前已经测过了啊 就是 系统自带的BBR 跟安装摩改版的 没有太大的区别 几乎是一样的 甚至安装摩改版的 不如系统自带的 那个BBR的 那个速度快 所以 今天 后边做 这一段视频的 目的就是为了 告诉大家 只要开启了 系统自带的BBR 其他的 是没有必要安装的 好 我们 他说已经 运行完了 我们 重启一下 现在连接的是哪一个 现在连接的是其他的 不过没关系 这一句就是测试的是 服务器的那个 VPS的速度啊 至于用哪个来连接 都不影响 然后等到它连接上了以后呢 我们第一步要做的就是 先查一下它的内核 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提示信息啊 检测到五个其余内核 开始下载 看一下这里 它安装完了那个 4.11.8的内核以后 它说检测到了 五个其余的内核 开始下载 然后 咚咚咚咚 把我的5.1.14给下载掉了 然后 咚咚咚又把这个 本来系统自在的那个 3.10的那个也给下载掉了 这里 显示的 好 已经登陆进来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它下载掉了哪一些 我们刚才升级的5.1.14 下载了 然后 3.10的就是那个系统最开始的那一个 也给它下载掉了 对吧 然后 现在是哪一个呢 我们查一下 这个是查那个 实际 那个 内核的 对吧 你看 它现在装的是4.11的 所以我们 把系统内核升级到了最新的 5.0级 然后开启了相应的 BBR有什么意义呢 它不也是给卸载掉了吗 内核都没有了 BBR肯定也 没有了 对吧 所以 所以我们还是测试一下它的这个速度吧 如果速度还可以 我们就这么 对对对 我们还没有 我们还没有启用 只是安装上了 BBR还没启用 我们还是用这个脚本给它启用 安装上了 第5 是启用魔改版的BBR 我们选择5 启用 启用还是挺麻烦的 启用完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 用这个Catchfly 来给它测试一下它的速度 然后它再提示 魔改版BBR启动成功了 然后呢 我们测试一下它的 现在速度100兆的 从Catchfly这个网站下来100兆的 速度呢是128 呃 兆 每秒 速度还可以对吧 128兆 每秒 呃 大家要注意一下 这个速度跟你本地的 跟你现在的那个 呃 运营商给你的那个带宽 那个完全没有 没有关系 它就是一个VPS的一个 从其他地方下载东西的一个速度 好 这个是这么多 还 我觉得还 还好 比那个Plus要好一些 所以 反正我的建议是 不要安装什么Plus了 就安装一个稳定的就可以了 其实 刚才安装那个摩根版的都没有必要 我们升级完那盒 启动完了就可以了 只是 刚才 我们忘了 就是 安装完最新版的 无列解的那个那盒 然后 启动了BBR 我们应该用 这一句 先测试一下它的速度 两个对比一下就好了 不过我之前已经做过实验了 这两个差别不大 几乎一样 所以 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给我点赞 如果 想要看更多视频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 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谢谢您的观看